做完之後建議就是說 把那個就是註解一定要寫清楚 如果你將來寫清楚之後呢 不僅是你自己看得懂 別人將來要看你的劇集 要看你的程式也會很容易就知道 到底你的邏輯是什麼 那當然更好一點的話 有的時候可以在最上面 還可以再多寫一點東西 你這個劇集這個程式的目的做什麼用的 如果寫下來的話 將來你可以再反覆應用 修改一下就可以 那這裡的話 sheets這個名稱 在我們的書裡面 它有用另外一個名稱 其實都可以啦 有加前面加work workworksheets 有沒有加work跟沒加work 結果是一樣的 結果是一樣的 那當然如果以那個程式傳寫的習慣來說 當然字越少越好嘛 所以我通常就不打work 反正打跟不打結果是一樣的話 那當然選擇不打啦 這樣也比較好記 sheets 記得加s 那它的那個加s的概念 我想跟那個sales一樣 很多同學打那個sales 常常漏掉s sales就儲存格 因為很多儲存格 也有很多的這個什麼呢 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部分的話呢 那我們就記得要加s 那它的方法的話 記得就是說呢 後面如果給數字 就是第幾個的意思 如果給名稱的話呢 就是記得要加雙引號 兩種方式都可以 那後面記得要加一個.slate 我想這地方我們也 這個學期喔 也已經剩下幾滴 連今天還有 還有 今天跟下一個禮拜而已 所以也到期末了喔 那應該也這個 這個.slate的話 你也應該要很熟悉的 那慢慢的話 你要能夠在工作